剛剛已經看完hello server的這個程式 那 它輸出的就是hello node.js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下一個 這個叫link server 為什麼呢為什麼叫link server 我們剛剛 回傳的東西就一個hello node.js 它裡面有沒有超連結 沒有為什麼它不能傳回超連結 因為我們剛剛的程式這邊是 testplan plan的話就是存文字檔傳回去 所以它不能有超連結的 就算你下超連結進去它會當成存文字 直接把什麼ahref通通都傳回給你 你不會想看那個東西 但是如果今天content type裡面我不要用testplan 我用testhtml 這代表說 我要傳回的是一個網頁 html的網頁 那這時候我裡面就可以寫html的語法 那我這邊就寫了一個 Hello Yahoo 那 一樣 Listen Listen在3000這個port 所以我們執行一樣在 Local host3000 或127.0.0.1.3000 那如果你查出自己的IP 你就可以 直接打對 或者是你查出目標伺服器的IP 你就可以直接打對方的就可以看到 它的程式上限 那 這個程式的執行方法很像 就是Node的Link Server 然後它會執行在Local host的3000port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裡面可以有超連結 它裡面有一個 Hello Yahoo Yahoo 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跑到Yahoo那個網站 好 那我就試一次 給大家 看一下 所以 我把這個Link Server 一樣另存連結 好 一樣存在 CCC底下 接下來呢 我開啟我的終端機 Node 有了 有錯 看一下 我沒有下載到這裡嗎 我看一下我現在在哪個資料夾 喔 我不在那個資料夾 你怎麼勒 Server running low cost 喔 這裡有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我上一個Server還在跑 好 我這個Server起不來 因為兩個都要去搶3000的port 所以 不行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停掉 按Ctrl C把它停掉 強制停掉 那我現在不執行 Hello Server 我執行另一個Server 奇怪 有這個視窗我幹嘛再開一個新的 喔 因為剛剛在查IP 難怪 好 那這個先 不理它 好 這樣子它就可以跑起來了 因為你不能同時執行兩個城市在同一個port上面 那它會衝到的 所以我現在執行起來就OK了 那問題是我這邊重新整理一下 它變Hello Yahoo 那這沒什麼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 你把它點進去 它跑到Yahoo了 所以 它是真的有一個網頁在那裡的 就是 我的輸出是一種網頁形態的格式 那於是它真的會跑在Yahoo 我按上一頁它會回到這裡 那我再點它會跑到Yahoo OK 那解釋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它現在說一樣 跟剛剛一樣 我先引用HTTP這個函視庫 這個是你寫所有為的Server 通常要引用的函視庫 如果你沒有用更高階的伺服端的框架的話 你所使用的基本上 HTTP就 就夠了 但是通常我們之後還會使用更高階的伺服端框架因為 這種很基礎的框架不夠好用 那可是基礎的框架雖然不夠好用還是要會用 否則的話 萬一你的高階伺服端框架沒有提供 你就掛了 所以還是得要會用 所以我們從這邊開始教 那一樣我建立一個Server 我 這邊寫的是 每一個 每一個訊息進來的時候我要怎麼處理的一個函數 那 一樣 我不管他到底請求是什麼 我一樣都回應他200 然後 一個HTML網頁 不管你輸入網址是什麼 你這邊可以 可以加網址 你可以加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但是沒效喔為什麼因為他永遠都輸出Hello 養護給你 所以 你後面有沒有加對這個程式來講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他根本沒處理 後面我們會處理 現在還沒處理 OK 所以 這個程式而言不管你後面的網址是什麼 他通通都輸出Hello Yahoo 你點了通通都有效去Yahoo 大概是這樣 但回來的時候你會看到剛剛的網址還在 好 好 那這就是 第二個程式 我們現在回應的不再只是一個 一個 純粹的文字檔 而是回應一個HTML 所以 這邊改成了HTML 這邊改成了HTML 裡面 的東西當然也要是HTML的格式 那執行的方法 和結果 OK 各位可以再試一遍 再試一遍 那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 我們今天至少會 講完一個完整的Web Server 一個完整的Web Server就是 你只要把檔案放進 你的資料夾裡面 那你都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檔案 OK 這是今天 最早會完成的一個動作 好 試試看